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嘉薇 心一跳 愛就開始煎熬 每一分 每一秒 我相信我已經快要 快要把你忘掉 寂寞再很好 來來來 掌聲來一下 清怪版的煎熬也很可以呢 鐵費歌精李嘉薇帶著第四張專輯來啦 有篇以往的標高音 這次的李嘉薇要給大家很不一樣的feel 從整張的概念到企劃錄製 全都是他一手包辦 這一次就是參與比較多 包括剪頭髮也是 就是我們就討論說要不要試試看剪頭髮 然後我們就把髮型師Q來 就問他說你有信心嗎 就有點像空心 有信心 就因為大家說剪頭髮臉會看起來很大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是他頭髮遮 然後他說OK就OK了 果然出來的效果 大概是覺得很亮麗很年輕 我就覺得 吃肥 開心 私底下的嘉薇就是這樣沒有距離 跟身邊的朋友 甚至歌迷們更是無話不聊 什麼都可以聊 聊癡的也可以 那這期應該會我們突然講 你聊瘦身的問題嗎 對 就可以一起去運動啊 所以你的力氣是自己的同類感覺嗎 來啊可以啊 就可以去一起去跑步啊 嘉薇這樣主動 小片怎麼好意思 但這回為了回饋你 首先大成功 特別為你準備了小遊戲 給你好好補一下 遊戲很簡單 只帥子闖關 闖關成功即可獲得美食 喔真的假的 剛剛都是難吃的嗎 這樣子餓 三十秒介紹專輯 這張專輯呢 其實裡面有很多非常內斂的歌 然後可以陪伴大家 不管是你開心不開心 甚至是一些很輕快的歌 也可以讓你在五十五個可以聽 那這張專輯最特別的地方是 可是它可以一直Repeat 第一它不會覺得你 第二你不會覺得不舒服 第三就是 每一次你聽同一首歌 它都會有一個讓你回憶湧向心izi 讓你感受 有不同感受的時候 所以來認識不一樣面相的李嘉薇 相反的是 我第四張專輯 你一定會喜歡 謝謝 哈囉 今天來吃吃看 是不是可以吃的嗎 真的可以嗎 這個東西是你可以吃的 可以 我來的時候可以吃 這影片就好了 1 什麼東西 30秒8就只畫下 天啊我不會畫畫 我不會畫畫啦 我真的不會畫 天啊這我看起來很笨 哎呦我不要畫畫了啦 啊有點像那個了 你也看到了 不要換這個 有了有了 有花粉 Woo baby 誰遵你 這就是 這是不是要給大家取笑的 這是最醜的鬼臉 真的什麼都難不倒加威呢 算了下公布就闖關成功 輕鬆贏著打歌機會 一樣的我想找回熱情 一樣的你想保持冷靜 你呀我呀 都那麼不容易 一樣的活著好險迴避 一樣的愛用遺憾的方式繼續 最後那一句 最後那一句 一樣的是好好照顧自己 好好照顧自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